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兰花换盆时候的容器选择要点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 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药领 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 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 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 我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影片是关于兰花换盆的三种情况 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 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面点阅 我也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影片的下方 以便于你事后点阅 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你会需要把兰花从盆里面取出来 不过,这边要提醒你的是 兰花很不喜欢被打扰 一旦它们被打扰之后呢 它有可能会产生暂停生长 像是根暂停生长 叶子长叶子的速度变慢 花梗停止不长了 或是已经有花苞的情况 它花苞掉垒不开了 所以换盆一定是要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做的事情 特别是在冬天 如果天气不好太冷 也不应该把兰花取出来 那假设你必须要换盆 你该用什么容器 该考量什么因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部分 我把今天的主题分成三个容器种类 有水的情况下生长 所以容器的底部当然就是没有动的 最后我们会讨论有介质的 拌水跟兰花常被使用的容器种类 拌水跟容器也有排水孔 但是这些排水孔是在容器的侧边 而不是在底部 我们先来看这种最常见的塑胶软盆 它之所以常见是因为 绝大多数你们买回家的兰花 都是在这种软盆里面 主要是它的材料是塑胶 所以便宜也轻巧 适合运送也有助于水分的保持 在这边观察入围的朋友 可能已经发现到 我影片中的软盆外围的侧边 都有垂直的空隙 这是我自己利用工具弄出来的 主要是希望能够提供 多一点介质的通风 以利于水分的蒸发 再来是传统式的硬塑胶材质的容器 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盆 硬塑胶盆应该是这几个容器里面 大家最常见到的 它只有底部有洞 有排水孔 而在其他三个 都有在侧边上有一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 这边主要的目的也是一样 是要提供利于介质蒸发多余水分的管道 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硬盆 或是硬塑胶盆 它的底部中心有一个凸起的部分 这是一个已经经过改良过后的兰花盆 一般的塑胶盆底啊 即便是有排水孔 它也是平的 没有中间突出的那个部分 而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个有助于兰花 位于中间偏下面的介质 也能够均匀的蒸发水分 否则可能会出现 中上半部的介质已经非常干 而中下半部的介质的环境啊 还是处于一个湿润油水的状态 那这种没有蒸发均匀的情况呢 对于新手来说 会比较难去判断 到底是该给水 该不该给水 或是该给多少水等等 左边这三个塑胶容器呢 这个这三个硬的塑胶容器 虽然底部是平的 但是我有在它们的侧边啊 钻一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 主要是要促进水分 能够均匀的蒸发 而我偏好透明的塑胶容器 也建议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呢 使用透明的容器 是因为透明的容器 异于我们观察根系的生长 以及介质的状况 比如说介质是不是老化了 发霉了 有没有虫害 或是介质里面 是不是还有水分的凝结 等等等 这边还有一种 我觉得常见的硬塑胶容器 但是这种几乎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网子 英文呢叫做net pot 翻成中文就是直接对翻的话 就是网盆 但我不知道中文名称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的话 也欢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中文称做什么 总之 它是塑胶材质 它看起来像是个容器 但是它侧边的有洞口 或通风孔很多 通风很好 所以很适合喜欢根系通风 然后干湿分明的兰花种类 戒指方面呢 这种材质的硬塑胶容器 很适合于水胎 或者是椰子纤维这种保水性 很好的戒指搭配使用 最后因为它的洞口多 也很方便于用个钩子 就能够转变为小挂盆 来减 减 减 养蓝的平面空间 我们再回到透明的硬塑胶容器一下 刚刚有提到我为什么喜欢透明的塑胶容器 但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它们便宜 这边你看到的兰花 是我一颗拯救回来的兰花 我是在一个纽约的植物园的礼物店里面买的 当时它已经开完花了 所以那个时候正以半价的价格出售 那带回家后呢 我就在这透明的小塑胶杯上打了几个洞后呢 就用一条铁丝把它固定好 然后就挂起来呀 好你也看到了 它现在正在抽花梗 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目睹它 美丽兰花的英姿 我自己也很期待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花是什么颜色 或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是它的另一个角度 容器的周围以及它的底部都有很多的通风孔 因为是种在杯子里面 所以给水的时候呢 我就是把它放到另一个一样尺寸的杯子里面泡着 等到泡好了 我就让它把水滴干 再把它挂回去 一直等到水胎 这个戒指很干很脆了 我再重复这个给水的步骤 不过呢 透明的容器也有它的缺点在 就是因为阳光直射 阳光的照射而长青胎 青胎其实不会影响兰花根系的生长 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很短 不会太在戒指里面跟兰花过度的竞争水分或是养分 这边纯粹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而已 如果你觉得青胎不会碍眼的话 其实这个也就不是一个缺点 否则你就要想个办法来减少甚至阻隔阳光的照射 我自己的办法呢 就是用尺寸相同或是稍大一点不透光的外盆 来预防青胎的生长 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等一下讨论水根跟半水根容器的时候呢 会再提到 再来 另一个常见的传统是兰花容器就是瓦盆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显微镜下 它的结构有很多细小的洞口 所以相当有利于水分蒸发 另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颜色在它还有水分的时候呢 看得出来它颜色比较深 也能够用手去感觉得到因为有水分而较低的触感 但是缺点是我们无法看到根系在盆内的生长状况 对于新手来说就不容易掌握 另外 兰花的根系容易粘于盆内 造成将来换盆时候的困难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人啊 将瓦盆打破再进行根系的清理等等 或是直接啊 将小瓦盆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瓦盆里面去 再用新的戒指将两个瓦盆的空隙填补起来 最后一个我不喜欢的缺点 是外观上容易有物质残留的痕迹 可能是多余的盐分或是肥料 在水分蒸发后留下的物质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没有不好看 那也就不算是一个缺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水耕种植的容器选择 很多人喜欢用玻璃的容器 来水耕它们的兰花 玻璃容器的优点就是它美观 也便于我们观察兰花的根系 但是缺点就是它有破裂的可能 而且会因为青苔 所以需要常常清洗 而且一般玻璃容器都太宽 兰花根系需要花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能量 才能长到容器两边 而得到稳固安定的感觉 所以呢 这会拉长兰花对于水耕种植这种方式 以及我们所选择使用的玻璃容器的一个适应期 我个人还是偏好塑胶透明的杯子来水 跟我的兰花 我用的是12盎司或是16盎司的透明塑胶杯 因为它们便宜 也非常容易在任何超级市场能够买得到 说穿了 它们就是一般喝饮料的杯子 如果你常去喝星巴克的话 16盎司的杯子 如果我是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它们中杯Grande的size的尺寸 我不建议用24盎司的杯子 因为对大部分的兰花来说 24盎司的杯子的深度有点过深 透明塑胶杯的好处除了没有破裂的隐忧之外 也非常容易的能够让我们来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 因为便宜容易取得 我在这边甚至还可以用不透明但尺寸一样的杯子 来当外杯阻隔阳光 这样我就不会有青苔影响美观的问题 事实上 我现在绝大多数的兰花 都是用透明塑胶杯当作内杯 加上相同尺寸但不透明的塑胶杯 来当作外杯 最后我们来看半水耕的容器 这边指的是有介质的半水耕 英文叫做semihydroponics 不是无介质的半水耕 叫做semiwater culture 这两种种植方式我都有做影片说明过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 也可以在影片的最后或是影片的下方点阅来看看 有介质的水耕需要容器底部有一个小的蓄水池 所以在侧面一定要钻排水孔 一般两个排水孔就足够了 我有看过有人在他们的玻璃容器钻孔 来做有介质的半水耕 但是因为我不想要投资比较专业的钻孔工具 所以我就偏好用塑胶杯来钻孔改造成半水耕的容器 这边有三个好处要跟你们分享 第一,容易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 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外杯来阻隔阳光 来避免青苔的不美观 第三个好处 内外杯堆叠起来可以直接加水泡水 然后拿起内杯沥干之后 将外杯收集的水倒掉 再将内杯外杯重叠起来 就可以放回原来它的位置 这些收集起来的水呢 以我为例 我是不重复使用这些收集起来的水 用在其他的兰花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院子、有花园或是其他的植物呢 这些水是可以重新回收利用的 今天我们讨论了传统式底部游动的容器 包含软塑胶、硬塑胶以及瓦盆的材质 也讨论了水耕的玻璃容器 与我偏好的透明塑胶杯 加上刚刚我们讨论了有介质水耕的容器种类 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对于哪种容器对你的兰花特性 你给它们的生长环境等综合考量下 是什么样的容器比较适合你跟你的兰花 但在影片结束之前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新手常常忽略掉的重点 那就是容器过大都会因为水分过多蒸发不了 然后又再加上你可能持续定期的给水浇水 导致容器内戒指一直处于一个过于潮湿的状况 而导致烂根 兰花的根系喜欢潮湿湿润 但也喜欢空气 所以你要想办法提供一个 它们容器里面能够从很湿润到差不多干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循环 然后你再重复给水的动作 这样它们的干系才会能够吸饱水分 然后休息 然后再继续的生长 当你不确定用什么尺寸容器的来做你容器的时候呢 如果不是沿用原来的尺寸大小 就是宁愿小一点也不要太过于大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帮我在它的下面点个赞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任何的指教 也很欢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样养兰花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通知铃铛 谢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